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一书出版 收录54篇 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文稿 太平洋未来论坛开幕 中美学者都认为 拜登上台后 中美关系有希望恢复 民进党当局只有回到 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正轨 停止谋独挑衅 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和发展 对于美方呼吁两岸对话 国台办回应 中国人有能力自己解决家里事 定当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管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政府 举行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宣示仪式 宣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头条新闻剧交北京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艺术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了习近平 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文稿 54篇 其中许多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围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述 回答了新时代 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问题 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出版发行 对于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 具有指导意义 由凤凰卫视 凤凰网共同主办的太平洋未来论坛 16号在北京开幕 论坛邀请全球政经产学界人士 就大国关系 国际秩序以及科技经贸等议题 展开了深入讨论 16号上午 太平洋未来论坛在北京凤凰中心开幕 论坛主题为理性与合作 聚焦中美关系 国际合作和全球秩序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 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董建华 向论坛发来贺信 他提到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 认为中美关系如何重新定位 将考验双方的智慧 而2020年后的事件 也面临孤立主义的挑战 期待包括中美在内的各方 追求理性聚焦合作 在便与不便中寻找默契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 在出席论坛时 则具体谈到了中美关系 他认为美国新政府上台后 会给目前较为紧张的双边关系 带来转机 但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 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 将给中美经贸合作 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 期待双方求同存异 为商务合作留出空间 我们希望双方政府能够把地缘政治相关的议题 限制在适当的范围里 为商业的合作 腾出应有的空间 中国美国商会 我们会尽量绕开这些并非纯商业的议题 专注于保证中美两国企业间的商务合作 能够正常开展 全国政协常委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 在这次中也强调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 期待各方通过论坛的平台 讨论与思考国际交流合作的关键议题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 则在发言中提出建议 认为中国 欧洲和美国的领导层 可以发起三方峰会 就对抗疫情 公共维生 气候变化等议题 展开讨论 发挥三方的领导力 应对全球挑战 开幕式上 凤凰卫视和中国美国商会 还正式签署战略合作 凤凰卫视节目运营副总裁 兼中文台执行台长高燕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爱伦 分别代表双方进行签约 16号当天 外交 经贸 科技 三场分论坛也同步在北京举行 将分别探讨中美关系 自由贸易 以及大国间的科技角力 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 美国新政府即将在明年初上台 在这样的关键节点 为期三天的太平洋未来论坛 将深入讨论中美关系的前景 以及全球竞争与合作 为推动恢复国际间合作与交流 以及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贡献之慧 凤凰卫视 讲文后有韵 杨晨 北京报道 太平洋未来论坛 在16号上午举行主题为 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的分论坛 在论坛上 中美双方的学者都认为 拜登上台后 中美关系有希望 迎来修复的新机遇 对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哈佛大学肯尼蒂政府学院教授 约瑟夫·奈指出 目前特朗普的表现 像是一个惯坏了的小孩 尽可能在离任前制造麻烦 不断破坏中美关系 但他认为拜登上台后 两国关系有望 迎来一定程度的恢复 呼吁中方耐心等待 中国助行 牛斯顿总领馆原总领事李强明也同意 拜登执政后 中美关系会会迎来修复的新机遇 但同时距离特朗普离任 还有六周时间 仍需警惕美方会不会采取 任何进一步挑衅中方的举动 论坛上学者都一致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不断破坏 给之后双方的修复带来一定挑战 但毫无疑问的是 中美两国未来都必须谨慎管控分歧 以避免新冷战的出现 风卧卫视 谢龙舟 王磊 刘健 北京报道 另外论坛还聚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及对全球经贸体系的影响 多位学者就中美经贸关系 经济全球化等议题 进行了谈讨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对于今后的中美关系走向 有学者持积极态度 认为会为中美关系 特别是经贸往来方面带来新机遇 拜登他会在更加重视多边 那么更加重视国际规则 国际标准 国际舞台 按过去来说 建制派的领导 他在上台以后 一开始对中国总体也是必然施压的 但是会有一个随后的可能的调整 已经见过几届原来的总统 都有过这样一个调整过程 当然我们要争取拜登这样的 在一开始的这一段时间过了以后 能够双方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 这是我觉得存在一定机会的 也有学者持有审慎态度 认为中美之间仍有诸多议题需要解决 可以说换汤换药 就是整个下一步磨合沟通 出现了一些转机 只能说是有一个窗口期 但是要解决或者把中美关系 做出一个统筹的安排 恐怕还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另一方面RCEP近期签署 意味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成立 显示了东亚西太平洋诸国 面对全球化危机的基本态度 有学者认为首先要加强内部合作 再寻求更多国家参与其中 他当然从内在逻辑上来讲 是应该寻求再扩大覆盖面的 比如说印度 是不是有可能争取参加进来 印度现在孤立在外面 对他来说 其实也会产生一些不利因素 再也就是扩大的这个TPP 中国领导人已经表态 愿意加入 是不是有可能也是一个对接到 TPP扩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也有学者指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RCEP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助推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现在在这个疫情期间 全球还没有真正的恢复 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人员往来 经济往来 投资这个重新的这个布局 那么大家都没有办法寻找 最安全的投资的这个目的地 我觉得中国将来呢 这个中国参与的RCEP 将会为世界打开这个经济发展 经济恢复的这样的一山窗户 而且呢会推动经济全球化 对于未来RCEP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 要把现有的政策全部落地 通过贸易投资合作 带来经济增长红利 凤凰卫视 杨湘晨 北京报道 在科技分论坛上 美国斯坦福大学 胡福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认为 人类引领着科学技术的有机增长 现在是事后制定全球标准 设定道德界限 让科技更进一步 尼尔福克森表示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关系 全球国家似乎都在被迫 被要求选边站队 在一场技术领先地位的 直接竞争中 在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不利影响的环境下 他认为事实上 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随着人工智能 变得越来越复杂 存在一个新的观点 那就是不要强迫他人 选哪一方 而一家地产发展商集团 董事长陈启宗则表示 中美两国需要合作 中美作为两个主要科技国家 更应该共同努力 解决一些道德问题 除了两国家似乎 有两种系统 如果我们移动 在错误的方向 我看我们移动 在错误的方向 所以政策 我们促进去 大家要求选择 而且 technologically 我们促进世界 我认为这时 是时候 大家要聚集 要设定 要设定 也有其他问题 例如 问题 他们提供 技术的提供 所以这些问题 另外 陈启宗还表示 在共同标准上 个人自由和隐私问题上 很难达成一致 但就某些标准达成一致是可行的 底线问题力所能及 凤凰卫视 陈启刘健 北京报道 今年的全球肺炎大流行 使得国际政治 经济和科技安全格局 都在发生调整 而在今天上午开幕的 《太平洋未来论坛》上 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经产学界人士 聚焦中美关系 国际合作 以及全球秩序等相关议题 展开深入讨论 相关的话题 我们请试试评论员 吕宁斯先生等几个解读 吕先生 您好 先生好 您认为面对目前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各国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实际上世界格局的演变 从二次大战之后就开始进行 主要是这个世界经济的中心 由大西洋转到太平洋 就所谓的太平洋事迹 但是呢 在四五十年前 太平洋西岸的一些国家的发展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四小龙 这个经济的发展呢 有一个共同点 就他们是依附于 美国在政治上的 一种提供安全 还有呢 基本上在很多的 这个经商 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一些规矩 按照美国的引领去走 而现在呢 应该说太平洋事迹 变成了中国事迹 那么现在就 这个世界格局的演变呢 发生了一种 更急剧的一种变化 随着中国崛起 所以出现了一较 叫做深刻的演变 而这个深刻演变的矛盾所在呢 就是中国和美国 在太平洋问题上 东方和西方 在世界经济政治 着眼点的问题上 发生了冲突 在这里面呢 中国是处于矛盾的焦点上 对于这个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来看呢 这个东方的大国的 中国的崛起 它和日本 和当年的这个四小龙 依附于西方是不同的 那么他们看到 中国这样一个 由共产党领导的 这样的一个大国 有这样强的经济实力 而且又是无神论的 在意识形态上 和他们是 没有什么共同点的 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崛起呢 心里肯定是非常之紧张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这个中国又有实力 而且又有动员力 又有国力 那么未来到底 这个深刻演变 会给西方带来了什么 那么中国呢 在进行这种演变的 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呢 又会遭遇到西方的 一些怎样的一种遏制 阻击 甚至呢 会不会由于深刻的演变 发生深刻的矛盾 从而引发这个深刻的冲突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变局之下呢 这个中国 过去40年 是由于融入了整个世界经济 发展到今天 那么现在中国以一个 跟其他西方不同大国的姿态 在和这个西方打交道的时候呢 双方 东西方 中国和美国 都要拿出一种智慧 来避免 由于意识形态 由于中国的对美国和对西方 所造成的那种心理上的压力 而产生误判 那么最后呢 造成一种这个深刻矛盾 引发深刻冲突 这样对全人类都是不好的 谢谢瑞宁斯先生的解读 稍后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今年有300架自解放军军机 在台海周边演续 国代办案称 这是针对当前形势 采取的必要行动 莫斯科古典巴黎舞团 受邀访台演出 开演前夕 演出了四名团员 确诊新冠肺炎 香港新增82宗 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79宗属于本地个案 欢迎回到时事直通车 对于北方处两岸对话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16号回应之 两岸的事是家里事 中国人有能力自己解决 强调民进党当局 否认九二共识 交往和对话无从谈起 至于台湾加入CPTPP的问题 国台办强调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美国后日总统拜登的 幕僚日间呼吁 海家两岸开展对话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回应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两岸的事是家里事 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否认九二共识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交往和对话是无从谈起的 所以民进党当局只有回到 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正轨 停止谋独挑衅 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和发展 对于台湾当局计划 下个月1号开放进口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台湾岛内有民调显示 八成以上的民众反对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政治私利 勾连外部势力 执意地损害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 已经引起了岛内民众的担忧和义愤 在大陆根据食品安全法等规定 是不允许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牛肉及其制品进口 台湾局称 开放进口美国莱猪 是为了换取美台经贸合作 而台湾正在努力 要加入日本主岛的CPTPP 台湾岛内有声音担忧 是否也会开放日本核实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反对我们建交国跟台湾地区 当前任何具有主权意涵 和官方性质的协议 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由 以牺牲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 和健康福祉为代价 来图谋政治私利 一定会失败 台湾外事部门早前证实 台湾正在与11个CPTPP成员国 进行非正式凑张程序 积极推动台湾加入CPTPP 国台办回应强调 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来进行处理 凤凰问世 霍维维 叶博健 北京报道 针对解放军军机 今年大幅增加台海演训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16号强调 这是针对当前的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际主权需要 采取的必要行动 朱凤莲在答案中反复强调 国家致力于实现和平统一 但绝不会给台独留下空间 据统计解放军的军机 今年有300多架次 在台海周边演训 15号再传出 由解放军的军机 进入台湾的所谓领空 不过台军方云以否认 解放军在台海地区 组织了实战化的演练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 采取的必要行动 是对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中国任何一块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路透社早前报道至 北京方面正在进行灰色地带战术 用这种方式消耗台湾的军力和经济 朱凤莲说 那篇报道引述的一些所谓专家的言论 毫无事实依据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的根源 使民进党当局与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地变换手法 进行谋独的挑衅 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对于有大陆的专家制 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正在不断地下降 朱凤莲说 注意到有关观点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只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充飞照顾到台湾的现实情况 大陆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两岸和平统一前进 但绝不为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活动留下空间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一意孤行 甚至铤而走险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大陆是否会推出 国家统一法 朱凤莲强调 宪法关于国家统一的规定 是明确的 国台办会坚定贯彻执行 凤凰卫视 霍维维 夜不见 北京报道 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 受邀赴台湾演出 11月底抵台之后 团员近日完成了14天隔离 但是自费检验发现 其中4名团员确诊了新冠肺炎 主办单位在16号紧急宣布 首场停演 后续家会试检验结果 评估是否全部取消 在国际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之际 台湾民间近期仍邀请 多个海外艺文团体赴台演出 其中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 原定从16号晚上起 在台北和高雄 先后演出11场 但在开演前夕 演出有4名团员确诊 全团51人 11月29号持3日内的核酸检验 阴性证明入境 隔离14天后 自费裁检发现确诊 官方和主办单位都声称 团员彼此没有接触 但从团员私下发布的影片发现 有群聚团练情形 而且都没有戴口罩 主办单位16号 紧急取消当天的首场演出 官方目前针对其他47人 再次裁检 后续将是采验结果再做安排 主办单位也立刻加强 现场防疫措施 由于这次是主办方在隔离期满后 自主为团员裁检 才发现确诊 若没有裁检 恐将酿成防疫破口 外界呼吁官方检讨检疫措施 判往后隔离期满后 能强制裁检 防堵漏洞 富翁卫视 张绍兵 王世凯 台北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 15号新增 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和一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均为12月4号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的同航班密切接触者 目前已经累计 核实密切接触者61人 这些密接人员 在14号的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目前都已经解除隔离 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称 确诊病例12月1号抵径 海关核酸检测为阴性 转至集中隔离点 患者自述5号出现轻微咳嗽等症状 但未告知工作人员 14号核酸检测为阳性 15号被诊断为确诊病例 目前证明患者的61名密切接触者 均已集中隔离满14天 14号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解除隔离时没有异常情况报告 15号已经全部解除隔离 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1号抵径 14号在隔离点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 15号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已对两人居住的 集中隔离酒店进行消毒 入境时要主动如实进行健康申报 配合海关检疫部门进行健康检疫 按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认真遵守隔离要求 在医学观察期间出现任何身体异常 均要及时报告 按要求就医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减少传染病的传播风险 另外针对近日北京一些商超餐厅等场所 疫情防控有所松懈 出现不戴口罩 露册体温等现象 北京市商务局强调 经营场所从业人员和顾客必须戴口罩 同时各区要督促指导相关企业 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防控和员工防护措施 冯尔卫视的金主叶博健 北京报道 截至16号凌晨 香港新增82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有79宗本地个案 三宗输入个案分别有乌克兰 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低港 另外有超过80宗初步确诊个案 新增的79宗本地个案中 有7宗涉及早前爆发的 将军澳蓝田隧道群组 两宗与日出康城地盘群组有关 另有35宗源头不明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全港多个乌院爆发疫情 其中沙田以明村明恩楼 几个有确诊者的住所 是在同一层并靠近电梯口的相邻单位 同层的其他部分住户 被列为紧密接触者 需接受隔离检疫 至于彩云村明立楼 多个有确诊者的单位属楼上楼下 当局将到大厦检查楼内的取管 而黄大仙龙盘院龙山阁 就增至四宗确诊个案 全楼居民需要强制检测 另外 卫生防护中心指出 早前在东头村桂东楼 检取的29个环境样本中 三个来自厕所排污管表面 以及厕所抽气扇的样本 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 不过病毒量较低 而医管局方面表示 留意到病情严重和危怠的个案上升 呼吁市民不要轻视第四波疫情 千万不要轻视这波疫情 无论你是年纪大 年轻的 又或者你平时身体有多健康 万一染了这个病 其实随时都有机会 可能会发得很快 所以我们希望 如果大家是有不舒服 都应该尽早去看医生 另外 鉴于近期有多名外拥确诊 特区政府将为全港的家庭外拥 免费做病毒检测 周四起接受预约 检测时间则由这个月18号 至明年1月底 凤凰卫视齐东博 香港报道 香港卫生及事务局局长 陈兆时表示 特区政府预先采购的新冠疫苗 第一批大约有100万剂 最快将会在下个月到港 局方会设立社区疫苗注射中心 他预计大部分市民能够在明年内 免费接种疫苗 香港实务及卫生局局长 陈兆时出席立法会 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 已与不同的疫苗供应商签订协议 将可供应三种不同平台的疫苗 最快一批会在下月到港 约有100万剂 另一批100万剂 会在明年第一剂运抵香港 疫苗接种计划会由政府负责 因应不同疫苗的处理方法 立定接种的安排 如果某一些疫苗 是可以交给私家医生 去帮忙打的话 这个我们都是一直在计划 也都是有其中一种疫苗 也是需要一个很低的冷藏 还有要解冻等等 那里我们会设立一些社区的 疫苗的中心 注射的中心 是去打疫苗的 首批接种疫苗人士 会以医护人员 长者等 感染风险较高的人群为主 预计明年内大部分市民 都能免费接种 有医员关注 疫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 或重大事故 药厂是否能免除法律责任 这个辉瑞药厂在英国 是免受法律责任的 它是药 而英国政府是关了给它 即是出了事的话 就不关它事 我想问你们跟它签约的时候 是否都会免除它们的法律责任呢 现在我们都在研究中 因为这个似乎在一个紧急的用途 都是一个国际的做法 如果我们是会去免受法律责任的话 就是所有我们预先跟它 订购这些疫苗的药厂都会是有的 会上多名议员批评 政府的防疫措施漏洞多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没有前瞻性 又质疑为何不做全民检测 陈兆史回应说 如果全民检测不配合禁足令 市民继续各种社交活动 并不能消灭病毒 政府专家也一致不支持有关的做法 凤凰卫视为你印象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周三 在政府总部举行副局长 和政治助理宣誓仪式 全体12位副局长和14位政治助理 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见证下 宣誓用户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政府12名副局长 和14名政治助理的宣誓仪式 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见证下举行 各已经在入职时完成宣誓的 司局长等在旁官吏 仪式上首先全体人员齐唱国歌 随后由环境局副局长谢展环领事 官员举起右手 庄严宣誓 我仅此宣誓 我仅此宣誓 本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环境局副局长 本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保安局副局长 定当勇胡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定当勇胡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尽忠职守 尽忠职守 遵守法律 遵守法律 廉洁奉公 廉洁奉公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副局长和政治部理 宣誓用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就他们的责任许下庄严的承诺 向社会真切体现 他们对基本法和香港特区的忠诚和承担 将增强公众对政治委任官员的信心 意义重大 根据基本法 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人员 必须尽忠职守 对特区政府负责 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是政治委任官员 许遵行政府的决定 并对此承担集体责任 他们出协助司局长处理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外 副局长在相关局长暂时缺情时 会代理其职责 作为特区管制团队的重要成员 副局长和政治助理 需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实属理所当然 除政治委任官员外 公务员事务局于10月发出通告 要求所有在今年7月1日或之后 加入特区政府的公务员 宣誓或签署声明 作为聘用条件的一部分 公务员事务局会在短期内公布 有关要求县职公务员 签署声明的具体安排 而常任秘书长及部门首长的宣誓仪式 将于12月18日举行 凤凰卫视赵令峰香港报道 稍后带您关注 美国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 拜登表示有计划接种新冠疫苗 中俄防长签署协议 决定延长两国相互通报 发射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 彭德莱恩表示 与英国的脱欧谈判 已经取得进展 未来几日至关重要 欢迎回到时事直通车 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表示 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难以估计 希望当局可以增加资源应对 而福奇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 以及现任副总统彭斯 都有计划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15号接受多家媒体访问 他表示他觉得最可怕的噩梦是 新的病毒不断演化 不止由动物传人还能够人传人 导致高并发率及死亡率 不幸的是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疫情的恐怖程度难以预计 认为美国应该增加更多资源 应对下一波疫情 福奇指出 自己很可能在未来几天 接种新冠疫苗 好让美国民众知道 他对疫苗有信心 觉得疫苗安全有效 福奇估计 现任总统特朗普 10月初感染新冠肺炎 估计他很有可能有抗体 未来几个月相信不易染疫 但也认为特朗普还是最好接种 加强保护 他又指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 拜登和副手哈里斯 都应该尽快接种疫苗 福奇说 他希望拜登在注射疫苗后 可以得到全面的保护 以便在1月顺利出任美国总统 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印第安纳州的疫苗生产工厂 这里制造由莫德纳公司 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合作生产的疫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引述消息人士指 彭斯会在18号前 接种新冠疫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同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 15号签署了关于延长中俄 关于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 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 有效期的议定书 两国国防部长 并且为此举行了视频会议 双方强调 进一步充实两军关系内涵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表示 俄中于2009年10月13号 签署了俄中相互通报 发射弹道导弹 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 协定将于2020年12月16号到期 根据双方签署的议定书 协议有效期延长10年 自2020年的12月15号生效 邵一谷表示 协议的延期是旨在 维持相互通报的制度 以期在俄中两国的弹道导弹 和太空运载工具的即将的发射 和已经完成发射时 以提高安全领域的可预测性 邵一谷强调 商定将协议延长10年的决定 是对俄中两国发展互利 和公平合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并且在美国部署 全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以及打算在亚太地区部署 中程和短程地面导弹的背景下 其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 邵一谷表示 俄中两国的国防部门 打算进一步建立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 战略接触与协调 以改善现有的军事合作的机制 扩大互动 以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性的挑战 俄罗斯媒体强调 俄中两军的信任和实质性的合作 已经超越了上个世纪50年代 两国军事同盟的关系 两国的防长始终保持着 相当好的个人的信任关系 这也为中方军队每年积极参与 俄罗斯重大的军事演习和比赛 成为了制度和惯例 为稳定地区和和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凤凰卫视卢宇光 愿意义莫斯科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表示 与英国的脱欧谈判取得进展 未来几天等于能否达成协议至关重要 欧盟与英国的脱欧谈判仍在继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 在欧洲议会表示 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否能够与英国 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 但形容谈判已经取得进展 未来几日至关重要 他同时又说 英欧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 已经找到前进的方向 与协议管理相关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但与余业有关的讨论仍然非常困难 有英方官员也承认 谈判取得一些进展 但在关键领域仍然相距甚远 英国在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 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 直到本月31日截止 英国和欧盟自今年3月 启动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关系谈判 至今仍然没有离开谈判桌 方位是李莫威莫也 法国巴黎报道 阿富汗自今年9月举行内部对话以来 国内的暴力活动并没有获得短暂停息 反而愈演愈烈 有民众认为 一旦美国完全撤出阿富汗 国家恐怕会堕入更加严重的暴力深远 尽管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 自今年9月以来开启了内部谈判 但阿富汗的暴力活动频率却不降反升 这使得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 而随着美国开始逐步从阿富汗撤军 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不明朗 有阿富汗民众就对美国部队撤出 阿富汗表达了担忧 另有部分阿富汗民众认为 美国和北约部队逐步撤出阿富汗的决定 或意味着国际社会正在抛弃阿富汗 这可能使阿富汗局势倒退乃至恶化 但也有民众对美国撤军表示欢迎 认为阿富汗的美国部队 在消除恐怖主义方面没有任何贡献 就在14日 阿富汗塔利班对阿富汗坎大哈省的 多个检察站发动攻击 虽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发生激烈交火 有数十名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 在交火中上升 富汗卫视记者张丁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巴报道 稍后带您关注 2020全球五级应用大赛 在深圳举行 比赛吸引了6个国家和地区的 125支团队参赛 台湾研究机构预估 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为2.71% 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长额5号探测器完成了 第二次月地转移轨道修正 即将返回地球 回到时事直通车 2020全球五级应用大赛 于12月在深圳举行 吸引全球6个国家和地区的 125支团队参赛 22号将会举办大赛的颁奖礼 深圳市政府新闻办 在16号的发布会上介绍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中国 美国 德国 韩国 澳大利亚 和香港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 125支团队参赛 基本覆盖了全球目前 5级布局最快的重点区域 获奖作品不仅有丰厚奖金 还将在落地深圳产业化时 优先享受政策扶持 深圳官员也说 深圳希望用事业引人才 用政策留人才 作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基础产业 5G产业的人才引进 就是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 想通过举办大赛的形式 能够来真正的吸引一批 有志于5G产业发展的团队和人才 到深圳来落户 深圳发改委官员指 大赛颁奖礼现场将会发布 深圳进一步促进 5G创新应用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鼓励抢占5G R17的标准制定的窗口期 那么这个5G R17 R16的标准 基本上已经成行了 现在进入了 17制定的窗口 这个制定期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更广泛 多元的应用场景的展示 鼓励各个企业 争夺国际标准的话语权 争取把深圳的5G应用 纳入国际的标准 深圳是全球首个5G 独立组网全覆盖的城市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到11月底 深圳全市的5G基站数量 已经超过4.6万个 凤凰卫视张心里停生 深圳报道 来看阿里安3D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互生股市反复走软 互指小幅高开4点 早段曾经窄幅回落 随后在白酒 食品 以及银行股带动下 止跌回升 中场回落到平盘附近做收 互指收盘跌幅0.01% 深圳指收盘下跌0.09% 美股隔夜攀升 纳指创出了记录新高 加上市场憧憬疫苗 可以有助经济复苏 带动香港股市反弹 航生指数收盘上涨0.97% 台湾股市受苹果手机 增产消息带动 加群指数收升1.68% 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16号预估 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为2.71% 然而疫情改变民众生活形态 高科技产业受惠多 传统产业处于弱势 因此台湾的贫富差距 将会进一步地扩大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冲击经济活动 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分析 台湾因为控制疫情得当 加上官方发放三倍券 提供旅游补助等 刺激民众消费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受疫情波及较小 全球的经济情况 今年就说几乎全部都是衰退 是负成长 那台湾不只是正的成长 而且成长的这个数字呢 还相当的漂亮 中研院指出台湾经济 在今年第三季和第四季 已经开始复苏 随着国际新冠肺炎疫苗陆续上市 预估明年的经济成长力道 将会更强劲 研究员也直言 台湾的股价房价和汇率不断飙涨 加上后疫情时代 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产业形态改变 高科技产业因此受惠 但传统产业的发展却处于弱势 因此台湾的贫富差距将会持续扩大 凤凰卫视彭世霆 王世凯 金敏怀 台北报道 国家航天局16号公布 长戈5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已经在上午的9时15分 完成第二次月地转移轨道修正 期间发动了两台25牛发动机工作的 大约8秒钟 组合体上各个系统的状态良好 同时位于内蒙古 四王子齐的着陆场地 部署接收返回器的准备工作 多架直升机陆续抵达 专家介绍 由于着陆场地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 十分广阔 且地面积雪平均厚度达13厘米 当局已经派出一对共6架直升机 包括一架指挥机 一架通讯机及4架搜索机 负责于着陆日追踪嫦娥5号返回器的去向 由于返回器预料于17号凌晨降落 直升机配备了大功率探照灯 解决搜索环境过暗的问题 地面搜索分队还会派出16辆搜索车 以及掉币车 分成三个搜索队 从三个不同方向前往返回器信号点 勿求能第一时间接收返回器 确认月壤样本安全无恙 另外远望3号船正在印度洋任务海域 为嫦娥5号返回器初次载入大气层黑帐附近的遥测 外测光学测量任务做好准备 作为此次任务唯一的海上测控力量 远望3号需要在黑暗中牵着嫦娥放风筝 为返回器穿回黑帐区实施关键一跳牵线搭桥 返回器在黑帐中只能通过船载丹麦充雷达 和光电经纬仪进行捕获跟踪 测控的难度超乎想象 光学跟踪设备好比用肉眼通过望远镜 寻找天空中高速飞行的流星 目标飞行特别快 捕获难度非常大 而船上搭载的单位充雷达 搜索部署比较窄 加上返回器上无天地应答信号 雷达需利用等离子翘反射信号进行跟踪 等离子翘表面非常不规则 反射信号起伏非常巨大 这些都给目标搜索捕获 且稳定的跟踪带来了巨大挑战 目前远望三号船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 随时迎接常午回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天气消息交给气象主播